在20年以前 我们把微缩版的景象印在胶片上 而胶片是我们拍摄和存储相片的重要媒介 而如今 精神的赛博生活已然来到 我们把照片保存在我们的存储卡 手机或者电脑中 而存储戒指也随之数码化 一张张胶片也变成了一个个数码文件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拍摄和存储照片应该选用哪一种格式 是选择JPEG又或者RAW文件 而RAW到底又是因为有怎样的优势 使得我们经常说它优于JPEG RAW并非为某种缩写 而是其字面意思 意思是未经加工的 RAW图像文件也就是未加工的图像文件 其本质是来自图像传感器的 未处理的或仅最低程度处理过的 数字数据 RAW图像通常被比喻为电子相片的 副片 特别是像还未显影的相片副片 这是因为RAW图像拥有着比JPEG 等图片更为原始 后期调整灵活度更高的数据 而RAW图像在经过一系列数字处理后 便可以转换成一般的图像文件 比如JPEG或者TIFF文件 这个转换过程可以由相机完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接拍摄JPEG格式照片 或者经由相机厂商配套的软件 或者Lightroom等第三方软件来进行转换 如今RAW图像的文件格式有着上百种 各种标准依然很混乱 各个厂商甚至是同一个厂商不同相机 都有单独的标准和特有的原数据 甚至一些数据还会经过加密 那么究竟RAW图片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就要大致看一下RAW图片转换为一般图片文件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着数个重要的不可逆的调整 这也意味着转换后的JPEG或者TIFF等文件 无法还原为原来的RAW文件中的数据 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去马赛克 去马赛克过程用于把覆盖有绿色阵列的图像传感器中输出的数据 重建为正常的颜色 典型的Bio绿色镜的2x2单元由两绿一红一蓝组成 而不同的传感器也会使用不同的绿色阵列 比如富士的X-Trans绿色阵列 不同的绿色阵列自然会使用不同的算法来生成图片 甚至同一种绿色阵列也会有不同的算法 而不同的算法可能会带来画质和细节的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 有时候使用电脑去马赛克生成的图片 比用相机生成的图片画质更好 而照片的白平衡调整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进行 这时候相机或者软件会根据用户 或者相机提供的白平衡数据 对相片的颜色进行偏移计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常说 拍摄RAW格式的时候 不用担心白平衡设置 因为这个设置通常并不影响 从图像传感机中输出的数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拍摄环境中 光的色准对画质和颜色的保证度没有影响 在此之后 照片需要转换色彩空间 利用颜色校正矩正 把相机独特的色彩空间 转换成一种能通用的标准色彩空间 比如相机上用的比较多的SRGB 或者是Adobe RGB 此外 我们还需要调整照片的亮度曲线 这是为了使照片看起来 更加符合我们眼睛对光线的感知 因为人眼对亮度差的感知 没有相机那么敏感 我们需要把RAW格式的线性Gamma 转换为常用的Gamma值 例如常用的Gamma 2.2 在经过上面数个调整后 RAW图像文件终于是能够被很好的显示 或者说是转换了 不过呢 上面提到的只是RAW文件转换 或者说解释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部分 在实际运用中 整个处理过程要复杂的多 比如还有黑色电瓶校正 锐化 降噪等等过程 而这些过程几乎都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当生成JPEG或者TIFF等图片后 再对这些文件做一些调整 比如白平衡 色彩曲线等等 都将会成为二次调整 这将会导致画质的损失 此外 一般相机的RAW格式图片 使用12或者14beats以上的单通道颜色数量 而转化成JPEG图片的时候 将会把单颜色卫生减少到8beats 也就是单个通道色度的数量 从至少4096个减少到了256个 这对于后期调整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会导致画质和后期可操作空间的降低 特别是在应用一些夸张的曲线调整的时候 尤为明显 好消息是 近年来如尼康Z8 佳能1DX Mark III等都支持了 HEIF格式的照片拍摄 可以支持到10beats卫生的图像记录 这使得图片文件中的信息量 要远大于JPEG格式文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有损压压缩也会影响图片的保证度 通常JPEG格式都采用有损压缩 不同的压缩率也对画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很多拍摄者都应该体验过的现象 机内导出的JPEG在动态范围上要明显比RAW文件要来的低 这在后期调整JPEG文件曝光的时候有为明显 这并不是错觉 知名相机评测媒体DPReview也指出 JPEG文件通常没有使用相机全部的动态范围 一般只使用了9档左右 这也是10beats的HEIF文件逐渐流行的原因之一 比如在Nika Z8上 色调模式设置调整为HLG而不是SDR的时候 照片会以10beats的HEIF格式存储 并获得比SDR拍摄JPEG时更多的动态范围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RAW格式的优点和缺点 以及如何去选择不同的拍摄格式 RAW格式能保留最多的画面信息 能提供最大的调整可能性 而代价是更多的存储空间 对连拍性能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RAW文件的后续处理对设备的要求更高 它还有另一个缺点 就是可分享性比较差 虽然RAW格式通常内置有缩裂图 但是面对上百种不同的RAW格式 并非每一种设备都能很方便的去支持查看它们 通常也不能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 就算能用软件打开 也会遇到不同人用不同软件用不同算法 或者色调曲线导致解释出来的图片有差异 而分享这方面JPEG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通常我们就算拍摄了RAW格式 也会常常再转化为JPEG或者TIFF文件来进行分享 而HEIF文件几乎包含了JPEG的全部优点 但是受限于目前的流行度 分享起来依旧没有JPEG那么方便 而如果既要方便分享 又想尽可能的保留画质 TIFF格式在现阶段一定是首选 因为TIFF图片不需要再经过程序进行解释 并且它能兼顾高比特色深和无损压缩 总的来说不同的拍摄格式 有着不同的适用环境和工作流程 RAW格式也并非代表着专业 而作为JPEG的可能代替品 HEIF也给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节目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